雞胸肉拍黃瓜 冰冰涼涼的 吃起來卡滋卡滋更過癮 然後非常健康 所以是黃瓜拍雞胸肉 他們互拍 我曾經說過 只有 很懶 沒有錯了 小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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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小周師 小周師 嗯 我那天翻到100道雞胸肉量 87也有一道很厲害的雞胸肉 教我啊 9.5 9.5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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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87也 是587也 還真的咧啦 沒有出雞胸肉這本書啦 不過真的有很簡單的雞胸肉料理可以教你 走 我先教你怎麼做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周師 角度5個單元 再次鄭重的跟大家說 我們真的沒有要出雞胸肉的100道料理 可是我有翻到 我們真的沒有要出好不好 但是就是我們有很努力啦 對不對 希望三年後的豬可以正式上市 好沒有關係 但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 叫做雞胸肉拍黃瓜 所以今天呢 我也幫大家又想到一個更懶的方式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一鍋水 這次在夏天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很高興 然後菜比肉還多 然後非常健康 就是黃瓜拍雞胸肉 他們互拍 這個木耳跟金針一定要燙過 大概燙個大概一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完了之後呢 大概這道菜最難的動作也就結束了 今天主要呢 真的是我找到一個 小撇步 到時候等一下再介紹給大家 燙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一氣呵成完成 我們今天的雞胸肉拍黃瓜 那為什麼叫拍黃瓜呢 著名思義呢就是要拍黃瓜 對 它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技法 黃瓜洗乾淨之後呢 這個頭尾你可以把它先切掉 找一個刀子 對你就把它 要來了嗎 你沒吃過嗎 不可能 拍 拍你就知道 這樣就好啦 就這樣 接下來我們黃瓜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先下我們的調味 剛剛燙好這個 一起下來 這邊有黑胡椒 白胡椒 蒜末喔 加一點點花椒粉 增加它的香氣 這邊呢就把它拌一拌 其實這樣子呢就很好吃了 但是呢我們的雞胸肉要去拿圓 我曾經說過 第四季的小周是 只有 懶 沒有脆 所以呢我們今天雞胸肉不要苦 你看看這是什麼 喔 這個就是呢已經熟成的雞胸肉 對就是它原本食材的本質就很好 而且它本身就已經有做過調味了 香草的風味 我們就把我們的雞胸肉 就把它剝絲 你也不用擔心說 欸我到底要煮多久 因為人家都已經煮好了 要去哪裡買 你有上面幫我喔 你看直接拆開就可以吃 而且風味很不錯的雞胸肉 你如果用這個帶便當也很OK 最後呢我們就是橙板 然後淋上辣油 它就非常好吃 喔 超香 超香 做好之後你看冰箱冰的冰冰涼涼的 吃起來卡滋卡滋更過癮 好不好 好脆的聲音 已經吃三口了 謝謝周哥 我們剛剛有用了很多的香料 然後把所有食物的原味全部包在一起 如果今天呢你想更懶一點的話呢 你就小黃瓜就好了 就拍拍拍 然後把那個雞胸肉直接拿來拆開 四肢丟下去 然後剛剛才會照這樣拌一拌 夏天天氣熱了 不要讓自己更麻煩 希望今天的小說是 九九五 你會喜歡 謝謝大家 下次見 唉唷 唉唷 沙涌欸 為什麼舞雞會抖 為什麼舞雞會抖 有沒有舞雞抖 對啊 舞雞抖啊 你們可以尊重一下剁菜的人嗎 剛才聊起來呢 不好意思